挑战随机定格吃一天零到一百 所以吃了多少就吃多钱的东西 看来能吃到多少啊 配一次零到一百的随机数 零和一百之间的随机数等于9 9块钱啊 这四日也太偷了 敢不敢再少点 平常吃一碗面都要5块钱呢 9块钱要吃一天 能不能挑战成功啊 我要好好地规划一下 早餐最便宜的是5块钱 那就来个花点吧 平常我都是吃包子的 今天就只能吃个花点了 不过还挺好吃的 葱有味的 好像有点滴的活 咱们地板坐着吃 外面风好大呀 太烟了连个水都没有 最后一口 中午我们去超市碰碰运气 看看有没有酱品可以吃 你现在就被这些小鱼吸引了 好可爱 嗯 这有试吃的小鱼猫好酥饼 还有一些小零食 这还有小蛋糕 哇 还有水果 不过这也吃不饱啊 这些都买不起 算了 打一个窝头吧 两碗五 一块二来个凉品 撑着你煮个粥吧 这个就花了四毛钱 中午我要吃丰富一点 把窝头加热一下 真厉害 这个凉本 嗯 调个酱料 然后给它淋上去 晚餐做好了直接开动 这么大一个窝头你们见过吗 我给你们都吃不完呗吃一半吧 它这个底下还是焦了耶 借着我的凉本一起吃 好滑呀 来粉丝先吃 它这个滑滑的入不计划 快的太不要夹了 还有一勺的吧 自己炒的比外面都好吃耶 一块二毛钱这么大盘 这一盘吃完好贵啊 再来发点粥 中午花四块一吃的好饱 这一天吃的太素了 我晚上一定要买点肉 再买一个小鸡腿 一块一 再买点青菜 一块五 菜皮肉的贵 最后还剩一块三 都买面条了 老门给撑了一块四五七的链 这到晚太好了 今天晚上吃鸡铁面 鸡腿脱水 然后炒一下 晚上好了 这么大一碗面 开吃 这个面还挺筋道的 再来吃个鸡腿 再来吃个鸡腿 调调调调调 没养到九块钱 既有菜又有肉 nice 大家还能调调调什么 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 好 我可以去鸡腿